西游记第69回 新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言上论妖邪 纵空夸下海口 要用悬丝诊脉的手段 给朱子国国王治病 可他有这个本领吗 要说有啊还真有 只见他手里捏着丝线 拧着眉头 仔细在判断病情 不一会儿的功夫 竟然诊断出 国王是因为惊恐妞丝 得了一种双鸟狮群之症 国王听吧 内心欢喜 这位孙长老 虽然长得是磕沉了点 可是本领却十分了得啊 因为国王就是因为 思念自己的妻子 相似成疾才得了病啊 既然诊断了病症 那就赶紧看药方吧 面对国王的请求 孙悟空笑而不语 他呀要等到晚上 再和自己的师弟 一起炮制药丸 至于这药方 那是秘密 可不能歪床啊 哎 为啥不能告诉国王药方啊 那是因为 国王要是知道了这个药方 非得气死不行 只见当天夜里 孙悟空先是让八戒 取来一两大黄 又让沙僧 拿过来一两八豆 将两者混在一起 要说这大黄八豆 可都是用来通便的神奇药物 吃了以后啊 要频繁的上厕所 一个面色枯黄的人 用这样的猛药 哎呦 可是真的要了命啊 这还不算完 孙悟空又找来了 半盏 锅底辉 半盏 白龙马的马尿 和大黄八豆 混在一起 做成了三个大药丸 并给这药丸 取名叫做乌金丸 第二天 在国王吃乌金丸之前 孙悟空又特地请来 东海龙王敖广 让他搓了搓鼻涕 吐了几口口水 这鼻涕口水就像下雨一样 掉到地上 孙悟空给这些雨水 起名叫做无根水 就这乌金丸 让国王一起都吃了 俗话说 良药苦口 利于病 孙悟空投掷的药物 虽然听起来是比较恶心 但是挺缓用 国王吃把药丸 不一会儿的功夫 真是精神抖擞 气血调和 哎 好了 国王性命转为为安 心情大为畅快 就专门举办了一个party 来请唐僧师徒四人 大快朵仪 而在酒桌子上 国王与孙悟空把酒言欢 酒过三巡之后 就拉开了话匣子 说出了自己得病的缘由 原来 三年前的端阳节 国王正和王后 在御花园中解纵差矮 看斗龙舟 忽然一阵妖风吹过 空中飞来一个大妖怪 这妖怪自称叫做赛太岁 在麒麟山谢志栋居住 这次来到猪子国 就是听说王后容罢过人 专门来抓人的 说吧 王后便被这妖怪给抓去了 国王惊吓过度 从此一病不起 这国王正说着 抬头一看 妖怪却已经来到了众人头上 总空看了看妖怪 这一场大战 就是不得不发了 有句俗话说的好 叫做一病不一命 救人先救心 说的就是 很多病症的病根是在心上 而想要真正的斩草除根 把病治好 其实要救心 表面上看 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 但是心病为除 国王迟早还是要救病复发 现在面对着妖怪 正好是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到夕的机会啊 那孙悟空和这妖怪 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咱们下回分解